19轮浙江筹州金珠 主场迎战北京控国的比赛 北控率先开始进攻 贝尔德之前是伤停了 看一下复出之后会怎么样 之前的三场比赛 北控的第一节得分都是过30的 所以他的开局会非常的顺 他的问题是到了下半场 特别是在第三节 加基卡里克雄斯给到第三点 又是瑜伽好 瑜伽好两次自己抢篮板 看一下刘晓宇 利用走宇晨的掩护 又是一个抢断 无前转换进攻 张篮得手 浙江队场均有11.3次的抢断 排到联盟的第一位 瑜伽给到瑜伽好 瑜伽好是有三分的 三分命中 瑜伽好今天这表现太棒了 现在面对对方的小外员李乐 李乐在上场比赛时拿到了33分 看一下基辛拿球就投 三分命中 还是要打低位基辛 积极地要为无前要绕前 雷击佩里过来 佩里因为在赛季初期的时候 就已经在浙江队了 所以他跟浙江队的队员 挂佩里的掩护 再给到篮下的佩里 分球很耐心 王毅伯在底角 压哨命中三分 把时间完全控制住 王毅伯 大范围的转移 给到周一山 打到篮下面对周一辰 身体对抗还是吃亏 转换当中三打二 有人数上的优势 张帆拿球就投 但对于浙江来讲的话 因为他能够用的人比较多 所以状态差的时候 会把程哨棚给换下去 又一个三分 今天的状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自食3比24 卡里克琼斯 上来的时候打的是比较稳的 再分球 给到45度角的成帅鹏 又一个三分命中 空切进来 又是张帆 张帆在进攻当中 给出了回应 所以刚刚这一下 其实对手是吃黄了 王子路想要转身 球被孟子开给断掉 李乐再来传球 连停打到篮下 林文博再给到吴钱 用高位的掩护 看一下吴钱的三分怎么样 三分命中 看一下李乐怎么来处理 面对吴钱又被断 再挨一个反击 看一下菲尔德能否继续发挥 给到外围林叶婷 后撤步的三分 这是一个大言物啊 孟子卡快速的复位 琼斯进来 再分给到于家豪 看一下于于家豪的中距离 于家豪下半场比赛 也是除了第一截 因为第二截他也没有得分 这是第一截之后 他的第一次得分 周宇晨之前进过一个三分 再来进一个 今天的第二季三分了 周宇晨拿下篮板之后 人缝当中找到吴钱 吴钱带起速度来 前场有人数上的优势 城帅鹏身前是菲尔德 两分打进还有加法 张热鹏这一下没有拿好 下半场比赛呢 跟上半场比赛相比啊 去不上 回来之后挨一个反击 丑州在第三截的失误 是增多了 这个跟大家印象当中 南蓝世界杯的他 包括之前在EA的他都不一样 周宇晨下顺 双手暴力贯空 接着高位的掩护 这球是瑜伽豪往外弹 因为有柔和的手感 所以第一截 他更多的是往南下走 再分过来 王子凯 连续的命中三分 镜头给到王世龙指导 第三截剩下最后的半分钟 忽然起诉 再往南下打 找打板点 打得稍微勉强了一些 篮板球漏掉了 但是周宇晨没有控制好 李延廷 确实这个比赛 打得非常的出色 打的是比较血液的 王子路这弹倒完全偏了 但是篮下的瑜伽豪 收下进攻篮板球 再给到外围 这球被林廷宴给判断下来 成帅鹏再来一个中距离 所以现在对于北空来讲的话 有一点像顿刀割肉的意思 目前有外线的威胁之后 再连线找到一下好 又是一个2加1 北空现在感觉这场比赛的锐气 已经被消没了 陆文博还是要想想办法 把自己的手感给找回来 因为球队啊 现在在封线上确实缺人 所以尽管说陆文博的身高 也不算是那种足尺寸的吧 在打完今天的比赛之后 下一场比赛还是要面对 浙江的强队 要面对浙江东阳光耀 连续的会在 这个面对浙江的球队啊 当然在打完江东阳光耀之后呢 再往后一场 打宁波可能稍微来讲 能够缓一缓